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炳火生在某月 某木就是炳火的正硬 它天刚又特殊乙目 无论是乙目的月干还是年干 时干 一般来说印形就是祭神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标准的这种正硬格 它月之一般的就是正硬 那么硬就特别旺 硬旺一般的就是为祭神了 是吧 如果呢 官杀又特别旺 需要这个硬来化解 这时候前提要求日主也不弱 为什么不弱呢 如果硬性旺 日主太弱的话 它就母慈灭子了 有一点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硬性也起了一个用神的作用 比如说官杀旺 硬也旺 用硬来化杀 然后呢 日主也不弱 能够抗杀 能够抵抗这个旗杀 而且呢 它也不怕这个硬太旺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硬性就起到一个用神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吧 物陈 耿身 鬼害 人许 你看 耿身就是月主 这都是硬性 鬼水正在深月 透出梗尖 那就有这个标准的正硬格 是吧 那么这个啊 你看鬼害很旺 是吧 人水也很旺 那么这就是一个深旺 硬旺的方法 一般来说深旺 硬旺 硬就是寄险 是吧 但是黏住是无存 七杀也不想旺 那么它就能够起到这个硬去化杀的作用 硬化杀 杀生硬 硬来生生 那么七杀代表的这个权力最终就为我所用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就像我们说 什么杀硬相生呀 官硬相生呀 能够当官呀 有权力呀 其实前几条件都要求是杀旺 硬旺 生也旺 而且呢 是杀生硬 硬生生 这样的这种配合 它有官 有权力可当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用去看旺衰了 你就不能只看旺衰了 因为你只看旺衰的话 硬是记载 是不对的 是吧 得不到官位的 那么另外就是除了我们说标准的这种正硬格之外 它就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月柱 比如说也是正硬 但是呢 其他都是邂逅日元的 硬性也有可能是用神 比如说日元是鬼水 月柱呢 是狗身 这还是一个正硬格 是吧 但是年柱和石柱都是木和火 木火非常的旺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 硬也旺 木火也旺 官杀也旺 然后呢 就是日元很弱 那么这个日元呢 就依靠这个硬性来生产 要不然就担不了这个官杀 担不了这个官杀 也无法去抵抗这个石伤的一个邂逅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说了 这个硬它是作为一个用神的 就是硬虽然旺 但是石伤财官也非常的旺 日元又偏弱 那么这个硬就是作为用神存在的 另外还有一种不是标准的这种正硬格 就是说 就是越智的本气不是正硬 硬性 而是它的中气或者是鱼气为正硬 它又透出在天干的八分 这种情况下正硬肯定不是最旺的五行了 最旺的五行 然后呢 日元又偏弱 那么这时候它一定就是以硬度的用神 比如说这个吧 秉武 仁臣 乙谋 心死 当然这个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正硬格了 这是以陌生的成图 成图里面有鬼水 是吧 鬼水是个偏弱 但是透出的是个人水 是个正硬 这个正硬 人水就可以以成图里面的鬼水比根 其实它表现出来还是一种正硬的心性 那么这种这个格局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整个的格局是火比较旺的 年就是丙武 这里面有个四伙 火比较旺 现在成月也快至今夏天 火土都比较旺 乙谋度的某目上虽然比较不弱 是吧 虽然不弱 但是这个时商 就是火旺 土旺 这时候这个人水的这个硬性就是它的一个用神 用神 而且呢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呢 它能够生乙谋 一方面呢 它还能够克这个明火 所以伤官配音 它是一个 人水呢 它是一个主要的用神 如果大运 行大运的话 地之间的神经 神经的话 生成就能够滚出紫水来 或者地之间 紫水啊 亥水啊 甲末啊 就是一末末末啊 等等 对这个拔子来说 都比较好 当然 关于正硬格的 这个拔子如何取用神 特别是走不同的大运流年 跟于旺衰啊 跟于流通啊 跟于阴阳平衡啊 五行平衡啊 五行流通 寒暖造势的平衡啊 等等 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里面我们就不再一一细讲了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词典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